感谢主,今天非常有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做见证 我是2018年7月份来到美国来学习 当时非常有幸有三会所的弟兄来接我去街机来到美国 那也非常因此的缘故呢 能够到去三会所参加了第一次的小牌的聚会 当时我们的聚会就是唱诗歌 然后一起分享学习和生活 我其实非常去享受这个聚会的过程中 记得当时我们有常去唱的一首歌叫做蜀天的家乡 那这首歌实在是非常的甜美 我当时也会想什么叫做蜀天的家乡 那在一次次的聚会中呢 我其实感受到了这蜀天的家乡呢 其实就是神的国 就是我们的赵会的生活 就是你们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们 是他们可爱 是他们的可爱 是基督耶稣的大爱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像蜀天的家乡一样的感觉 那最终呢 在一次次的聚会呢 我记得也是在某一次参加阿卡迪亚的聚会之后不久 那我就终于忍不住我内心的冲动去 决定去受尽了 那非常感谢主 那受尽之后呢 我觉得有两点改变 一呢是实时的向主祷告 二呢是常常的喜乐 那实时向主祷告呢 无论是我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大事小事 我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向主去求 说主耶稣请你告诉我 应该去怎么样去做 那我做出这样的祷告之后呢 往往会做出 会有内心非常的多的一个平安 再一个呢是实时的喜乐 我非常的享受 在受尽之后的聚会的生活 那我们的聚会的生活 去交通这个学习和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的 这一周是我当时 是我每周最快乐的时间 那最后呢就是 我也把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 叫做小百合 送给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们 那这首歌是 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就像 一朵小花一朵 敞开脸面向主 无需汉泪交流 也无需常常受到搅扰 那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信靠神 转向神 就可以获得你的快乐 平安和喜乐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